在隋朝官员的帮助下 窦剑德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政权的礼法体系 但是跟关隆贵族集团代表人物李渊相比较而言 不管是在先天条件方面 还是在军事实力方面 窦剑德与李渊都相差甚远 那么为了缩小与李渊的实力差距 窦剑德将会采取哪些手段和措施与之抗衡呢 在称霸一方的道路上 他又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阻力呢 而此时窦剑德呢分析天下形势 他认为自己争取天下最大的敌人是谁 就是占据着长安的李渊 那是自己真正的一个劲敌 自己必须与他人联手才能对付这个李渊 否则光靠自己不行 那跟谁联手呢 他就想到了洛阳 当时的洛阳啊 王世冲还没有正式取代这个黄太主 所以窦剑德派使者前往洛阳 禁表于黄太主 对黄太主称臣 为什么要对黄太主称臣呢 因为这阵窦剑德还没有公开打出 彻底反随的这个旗号 他仍然尊奉隋朝为正硕 而黄太主呢又是此时名义上的隋朝的皇帝 所以他向黄太主投降 那么黄太主呢当然非常的高兴 黄太主封他为下王 到了后来 王世冲废除了黄太主 自立为帝 那么窦剑德一看 好了我也呀 再不用捧着这股劲儿 也不用再伪装了 于是他就自己见天子旗号 然后呢 下书称赵 并且追视隋阳帝为敏帝 等于啊 虽然没有正式的算是称帝 也跟称帝几乎是一模一样 而且他还派人去联合突厥 此时唐朝在同关以东 还有不少的这个据点 那么窦剑德就开始拔除这些据点 比方说他攻占了这个行州 抓获了唐军的总管陈军斌 后来呢又攻打明州 唐军的总管原子干投降了 紧跟着他又开始威胁 这个黄河以北的重镇 就是向州 当时驻扎在这里的 是唐朝的宗室 淮安王李神通 李神通一听说 窦剑德谋划要攻打这个向州 他非常的紧张 为什么呢 他曾经是窦剑德手下败将 比较畏惧窦剑德 所以这时候 思前想后 他决定 怎么呢 宜军到黎阳去 跟李士基和兵一处 李士基啊 自打投降了唐朝之后 他一直在黎阳驻守 控制着黄河沿岸大片的疆域 尤其手里头有黎阳舱 所以这个地方呢 堪称是当时黄河中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据点 而此时窦剑德 咄咄逼人 一步一步的紧逼了过来 首先呢 攻占了这个赵州 然后等到他的主力部队距离黎阳还有三十里远的时候 这个李士基啊 派遣自己手下的一个骑兵将领 叫做邱小刚 让他带领二百个人去侦查敌情 结果他见到了这个窦剑德的主力部队之后呢 却按耐不住自己那个求胜的欲望 率领着手下就对窦剑德的军队发动了突然的袭击 你还别说 窦剑德的军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一下子阵型上还被他给冲乱了 可是问题就在这儿 问题就在这儿 邱小刚啊 他不知道 人家窦剑德行军啊 有特点 窦剑德的军队每次行军的时候都是兵分三路 三路纵队 这三路纵队呢 自重部队是中路 然后呢 步兵骑兵部队部署在两侧 每个纵队之间间隔约三里 你邱小刚所击败的不过是其中一路而已 然后另一路的这个军队 听说消息之后 立刻赶过来进行支援 结果呢 邱小刚毕竟手下只有200个人 很快就被人家围住 然后全军覆没 邱小刚呢 也阵亡了 也阵亡了 这一路的军队就被人家围住了 这一路的军队就被人家围住了